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央视精彩剧集 希望被您打航 暗恋分别牵挂 梁东方和王英光的爱情之路并不平坦 首长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领导派我来的 我觉得最一开始 我是把她当成一个英雄去崇拜 她只是觉得她特别勇敢 特别聪明 就是那种小女孩的追星那种心理 所以她就追到了龚德林 一个人背着包 然后就直接为爱 就是追到了那个一个全新的环境里 就是她其实她的爱人 就是牺牲在她的面前 所以她很难再去接受一份感情 因为她的脑袋里有蛋片 她随时可能去世 所以她就拒绝我 就拒绝得更加坚决 但是当我发现她的重情重义 跟她脑袋里有蛋片她 一直要拒绝我的时候 我反而表现得更勇敢 因为我觉得她值得我爱 你在这儿工作更合适 这要有很多人 真的不一定需要我 不都说了吗 你在这儿算半个政委 那才算半个 政委还在这儿呢 战场更需要医护人员 抗美援超开始了 大家都要去上前线了 我就是踊跃报名 她是死命拦着 结果呢 我还是经过各种手段 就是报上了名 她把我叫到一边去 说要给我训练单兵计划 就让我一直学匍匐前进 学躲避 就窝爬滚打的一些 那个战术技巧 然后在我走的那一天呢 她就给了我一封信 就感觉特别像是一个 就是那个情书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太好了太好了 这是什么呀 单兵作战要领 内心有很多小动物 跑过去 苏晓 咱俩好 杨东方 怎么了 不认识我了 我出现在她面前的那一瞬间 我们就商量 就说到底怎么样一个分寸 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还有年代性 还有那个就是我们的身份 但是不表示好像又不能够 这种生死重逢的这种感觉 我们觉得一个拥抱 特别合适 梁东方 你真的回来了 太好了 你真的回来了 梁东方 然后后来张作老师 就是拽着我的手 跑出这个 那个办公室 然后又跑进食堂 我觉得就是这个动作 也是能够表现出 她内心的狂喜 她能够这么拉着我 冲到食堂里 对大家说 梁东方回来了 梁东方回来了 我就觉得 她们是时候可以再进一步了 我为了给她治病 就是学习这个脑外科 然后又陪着她去国外 做了这个手术 最后呢 回到了国内 就是要最后做一次检查 她坐在那边等待结果 我去见了医生 然后我就走过去 慢慢坐到她的旁边 你被我俘虏了 就像一辈子那么长 好呢